SKR 撩起來! 然後我沒有Covid,我就是老博士,去叫他去用... 博士一直戴著口罩,對! Sucks! 戴口罩吧! FUN! So fun! 而且他說高雄可以直接租U-bike 因為他直接一下之後他就直接U-bike Just right there! I said OK, fuck it! 因為我有一個機會,我原本的機會是我會去... 計畫! 我的計畫是去那個高雄的海洋,然後看... Sunset! 但為台北! I don't know why! 因為我在隨便找那個海洋在Google Maps 然後我找到一個很酷的吧台叫... Sijing Sunset Bar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Google... 奇經 對! 原來是奇經 對,我看到他們的照片 我覺得這個是太漂亮,我很想要去 所以馬上買那個票 然後... 原本我想要住一天 可是我發現那個禮拜是六天的工作 所以沒有人可以跟我玩 大家都需要好好的睡覺 所以高雄的朋友? 應該我有... 還有那個元爵 元爵 was in 高雄 顏爵是在高雄 顏爵是在高雄 但他也沒有知道我會來 所以他沒有準備好睡覺 所以他沒有準備好睡覺 沒有人準備好睡覺 如果你只是去睡覺 沒有人可以跟你睡覺 因為這就是馬國安寄 自己玩也很好玩吧 對!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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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由! 他現在呢,他就是想要覺得活著的感覺 所以... 所以他一定要去找一些 就是他沒有做過的事情做 嗯 就是如果是有做過的事情 他就不會有... alive的感覺 對,所以... threesome done it 而且一定要是沒有做過的事情 如果是比如說約會 然後見同一個人 就是或是同樣一個約會模式 他也會覺得... 都沒有覺得有... 就是活著的感覺 然後他最近發現他其實... 就是... 他之前... 比如說他之前很想要戀愛 就是因為他覺得在戀愛裡面 他覺得自己活著 然後... 最近他就發現 他自己也可以找到那個活著的感覺 嗯... 就是... 去做一些就是... 沒有做過的事情 所以每天... 去腳踏車 去一個隨便的地方 嗯 沒有去過的地方 Just go 嗯... 每天喔 好好喔 他有一定還騎到... 南港 然後從南港到大道城 嗯... 然後我的腳已經... 沒有用 40公里 對 騎了40公里 對 而且只有兩個小時 騎40公里 喔 只要兩個小時嗎? 因為我沒有停 喔... 然後我一直就是... 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是那天我... 我以為我有COVID 因為他... 他覺得騎腳踏車的時候 這樣風吹來 對 然後又沒有人 他就可以自己... 就是在自己的腦袋裡面 是是是是 那你騎腳踏車聽音樂嗎? 呃...聽... Podcasts 沒有...是書 喔書 喔喔有聲書 對我最近聽那個... Dune D-U-N-E 是Vicky剛剛去看 他有那個票 他的IG story 手印的那個 喔...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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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丘 因為Vicky唱了一個主題曲 我是嗎? 越過沙丘 對對對 沙丘 對 我一直以為 沙丘是你們喜歡看的那個 那是Foundation 他們很像 我發現很像很像 我有看一些劇品 好像是很難的一本小說 怎麼那麼大 怎麼那麼厚 對 我也喜歡騎腳踏車 你有可能也會喜歡那本書 會嗎? 我看簡介就是看不懂 喔真的? 我說看簡介你有點複雜 就是因為他好像是有一些正確 他們沒有很清楚告訴你 他是誰 他的家庭是誰 好像那個Game of Thrones 差不多 對對對 把你丟進去 對對對 可是我已經停16個小時 我只有三個小時 他在念書 對對對 所以我已經 我剛剛覺得 OK 我知道他是誰 OK 我知道他是誰 喔好酷喔 對 還有這種的 對對對 是酷 對啊 有生書很好玩耶 我們那個 在開車載小孩上學的時候也是 早上就是聽有生書 聽他們的有生書 對 Minecraft的 好酷喔 好酷喔 有趣 都不用看書了 新時代 而且我一直想要變黑 曬黑 曬黑 對 所以去教他這色 但是 你曬黑 你曬黑 我知道 你幾乎可以 曬黑 不 看起來像我穿衣服 喔 哈哈 因為我有點曬黑 對 我做了 兩次 離開 好 喔 對 今天我沒有 我又曬黑 真的會很曬耶 但他說很多自行車道都沒人啊 整個那個自行車道都沒人啊 但中間還是會遇到有人的地方 可是今天我想要去那個 新店 可是我沒有時間 所以我就是到那個萬華那邊 呃 然後太多人在那個 Bike path 對對對 嗯 然後很多那個家庭小孩 我想 可以騎那麼快 呃 忘記了 對 背頭到萬華應該一個小時 對 因為我上次行起好久喔 背頭到萬華應該是一個半 也是一個度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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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四十分鐘 一個小時四十分鐘 那是你這樣說的 我還想嘗試 我還想嘗試 那是太多了 好的 歡迎來到SKR聊起來 我是Bruno 我是Tim 我是Scott 我是杰明 我們今天 先聊 這禮拜 杰明出的新歌 想念你 耶 這個MV的故事是不是講過很多次了 一次一次的被delay 喔 對對對對對 有嗎 我們在Podcast聊過 有啊有啊 從年初就要開始拍 對對對對對 幾月啊 在全群之前 3月要拍啦 然後被Fall in Love換掉 因為Fall in Love是那可以可以鬧的主題曲 對對對 然後再來被傷到心理歲 換掉 然後就進入三級警戒 對 就沒有拍 對 終於 終於 我前幾天 是昨天嗎 前天 前幾天 我想說 終於 結束了這個 這首歌 而且是三級警戒後 大家第一次 正式進入工作 對 然後感覺 感覺很奇怪 就那天就是 有一點陌生 然後又有一點熟悉 對 但是杰明那天的表演很棒 對 那天 非常 那天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 算是第一次我用我的眼睛對鏡頭說話 也就是用眼睛來傳達情緒 直接投射在攝影鏡頭裡面 因為以前我可能 我甚至以前拍MV的時候 在這一支以前 我會刻意的避開看鏡頭 因為我看到鏡頭的時候 我會有點緊張 或是我不確認我現在的表情 我現在的情緒是不是對 所以我要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我就會看地板 或是看哪裡 但這次在拍之前 我覺得這首歌 應該說我其實每一首歌情緒都很強 所以我現在想要開始練習 我能不能直接把我自己心中的感覺 直接放到 到時候就是螢幕上面 可以被別人看到的狀況 所以我一開始在我家這邊 我就是 我先看著冰箱啊 或是我看著一個門把 看著一個 絕對是非常 因為看越奇怪的東西 反而訓練會越強 一開始看冰箱 然後我時候看冰箱唱歌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 會一直很想笑場 你看冰箱的時候看冰箱的 大手 你就專心看那個地方 因為攝影機 有時候會有倒影 可是蠻長時間不會有倒影 如果暗一點的時候 所以我就看冰箱啊什麼的 然後說不能笑不能笑 如果我看冰箱會笑 我到時候看鏡頭一定也會想笑 一定也會不好意思 這系列到 看那些門把冰箱把 就覺得 好像我真的可以很深情的 把冰箱 就當成是我的女朋友 當成是我的另一半來看待 那到時候我上鏡頭 拍MV的時候就可以順利的 穿搭情緒 那那天拍MV的時候也真的 我覺得那天最輕鬆的原因 是因為我先準備了很多 前置的功課 因為不然之前拍MV去的時候 我光找情緒 有時候找錯的話 拍的就算臉再好看 都不對 這是那時候拍MV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好像真的是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在找 每一個歌手的那個 核心價值 然後其實傑銘很明顯的 他的核心價值就是他的 他的情緒 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個 就是 可能他 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 然後講不出口的話 然後對著一張紙這樣 做一個情緒的抒發 所以那個情緒都是很 就是很像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一般 如果我們是跟一個人 做一個情緒抒發的話 我們會 只會講一些民意式的東西 我們不會真的去 挖到很深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 你今天是你自己覺得很痛苦 然後你對著一個紙抒發的時候 其實你會 寫一些比較不堪的 去挖自己內心的那些東西 然後其實我們就覺得說 那個其實就是傑銘的那個 核心價值 因為像他一開始我們一認識他的時候 他寄給我們的demo 他的demo就是可能錄音不是很成熟 或者是他聲音不是很成熟 可是你永遠就是那個demo 你感受到那個情緒是最純的 就是你會覺得你就是感受到一個很 很濃的情緒 然後或是他的文字可以拉你進去一個 就是你覺得 哇怎麼有人可以認識自己認識的那麼深的那種感覺 中間就是他會開始練習一些 就比如說增加他音樂性 或者是增加他錄音的技巧 或者是我們去找個Vocal老師 就是練習他們每一個人的聲音 就是你歌手一定會經歷這種 或是練習表演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他最終還是要回到 他那個純粹的情緒 然後那時候其實讓我們想 特別看到這一點是那個表演課的時候 因為表演課的時候那個老師 郎姐就有說就是表演者如何 在台上把情緒投射給台下的人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三堂課完 第三堂課的時候他就有 就他很明顯的有在講話的時候投射出情緒 這就是我要問說是從表演課 你才意識到你想要練習這件事情嗎 我算怎麼講 但是在表演課之前我知道說 眼睛是最能說話最能溝通情緒 但是我做不到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剛剛好上表演課 剛剛好那個時間點是我覺得 我好像準備好了 因為我其實以前上台我都閉著眼睛 我會害怕嘛 但是就是從表演課開始 我就是好我硬張開 就是張開才發現好像也沒有真的那麼恐怖 我可能一開始想笑或是甚至被笑 但是 就算是被笑那個情緒的感染力 都比我閉著眼睛來的高 因為情緒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因為是情緒 所以他會有一個很大的脆弱感 所以有的時候一個表演者他上台 他會想要閉眼睛 因為他想要進入自己的情緒裡面 因為他可能張開眼睛 他如果看到台下有一個人的眼神不對 他情緒就會馬上受干擾 他馬上就會是脆弱 他馬上就可能會沒辦法進入自己 會懷疑自己 對 表演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表演 是不是不夠精彩 還是自己 對 然後你的表演反而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知道你就是有問題 沒有進去 對你就是知道你會跳出來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當然是閉眼睛進去那個情緒 讓自己在那個情緒裡面 張開眼睛就是已經是在下一步了 然後表演完了之後真的就是像你 那個你這一次練習的那種對著鏡頭 因為對著鏡頭丟情緒也是 我跟你說你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你開始要練習跟人對眼睛 然後表演 因為你現在對的是無生命的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要跟一個人對戲 對阿 因為Bruno講這個我才覺得他這個比較難 所以應該是我練看鏡頭反而是在前面 我反而現在上台我都還不確定 我能不能真的做到 但是上台會有那個 會有 有些舞台會有光 可是還是很容易感受到台下的人 我告訴你上台最恐怖的是 感受到台下的那個氣氛 但是其實你經歷過 如果台下很安靜你就會真的很慌 很不在你那個歌的那個狀態裡面 有啦你去夜店那一次 對 你就馬上完全被感染 因為舞台劇是這樣啦 就是當你覺得 就是你會知道那個是一個笑點 或者那是一個感動的點 就是你演到那個時候應該要感動 但是你突然覺得台下很紛擾 就是很躁 你就會想說完蛋了 我沒有做到 然後或者是台下沒有笑 你就會慌 然後你講話的語速就會不對 舞台劇是這樣 所以我猜演唱應該也是 畢竟我沒有在台上唱過歌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就是 我覺得真的像你說的這樣 就是很難 很難真的很難 就是打開你的情緒 又張開眼睛的跟台下去連結 對 就是如果你一害怕的話 你一收 你還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表演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這個表演就是沒有 你會知道自己沒有到那個地方啦 觀眾可能沒發現 我以前畢竟觀眾大多數蠻盲目的 什麼意思想要電視觀眾 沒有啊就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傑民有個很奇妙的地方 就眼睛小歸小 小嗎 我不知道 算是小 不過那天拍MV是真的我 我看Monitor會被你點到 感動 就是好迷人的眼神 我覺得好像第一次是從不服來看 但那一天開始我們也是看Monitor的時候覺得 有東西有東西 然後想念你的時候更多 對啊該不會是導演的關係吧 當然也有關係 就是在寫著導演 而且像我不服來戰就很明顯 我不服來戰一開始 就這個影片的最一開始 我只有第一秒看鏡頭 我第二秒馬上把我的視線撇開一點 就是那時候其實還是有點恐懼鏡頭 但那首歌我覺得還好 對 想念你的時候我們 你不知道我們在那邊看的那個Monitor 你會想要哭欸 對 就是你會覺得 會 就是 對 就真的有 會 但我剪接的時候 我有一個鏡頭覺得我自己沒做好 導演這件事情 但也在MV裡面 你們猜猜看是哪一個鏡頭 我覺得沒有到 我覺得如果我現場給筆記 應該可以更好 是我坐下然後頭抬起來 對 我知道那個眼睛是不對的 你好厲害喔 真的喔 就是剛起床 就是前面 就是 對嘛 就是摸完剛起床那邊 對對對 就是那邊 環式房間 然後你把頭低下來 起身往前走 是那邊嗎 那裡我覺得 我說的是那邊 那邊你不應該低頭的 我覺得環式房間沒有 因為那個低頭有點是偶像帥 就是不會演戲的人 然後就是會覺得 我就是難過 然後我就會低頭 可是其實正常人 你在看房間空空了之後 你其實你不會 不會這樣低頭 對不對 看房間空空的 然後想念這些事情 然後你想要去這房間找一找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子放空 然後就往前走 低頭就有點偶像 就帥感了啦 懂懂 懂懂懂 那個是我自己也不滿意的 那這首歌咧 這首歌寫這首歌是為什麼 我覺得 我對愛情有很重的既定 就是很重的規律 或是我應該要成為什麼樣子 就是 要從一開始說起的話 我小時候第一個失去的東西是家庭 那我 所以我從小也沒有安全感 就是我以為我是因為失去家庭 我才開始沒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其實我 好像生下來就是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但後來 因為那樣子 我才覺得 那會不會長大 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我自己可以創造一個完整的家庭的時候 我就再也不用擔心我 會不會在受傷 會不會在不安全感 在緊張這種事情 所以 那還要一個完美的家庭 首先就是 你要在 一段關係裡面 是能維持住這段關係 那 剛剛好我其實 我的感受又很強 我其實沒有辦法被束縛在一個 關係裡面 我沒辦法 我應該要怎麼樣 我應該要怎麼樣 我有一半呢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我的感受是對的 我根本沒有辦法被束縛在這個框架裡 另外一半呢 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框架裡面 我是不是就再 得不到完美的家庭 我是不是在 永遠都會那麼不安全 那這兩邊一直在 打 那 當我有 怎麼講 當我有 想要在 愛情裡面當一個 可以鞏固在愛情的人的時候 往往我會不想要 承認自己犯錯 嗯 因為我 當我 做錯事情 我想要 我承認我犯錯的話 就代表我是那個 破壞關係 我是那個 讓我自己沒有辦法 得到安全感的人 嗯嗯嗯 所以 我犯錯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會有生氣啊 或是 一些 鞏固自尊的方式 趕快跑掉 說我沒有我沒有犯錯 但是偏偏 當我講出我沒有犯錯的時候 才是最 會 傷害對方的點 嗯 那那一份 那一份 才是真正的破壞 嗯 那那一份內疚我覺得就是 想念你再說了嘛 就是我 我好像為了 我自己的心中這些掙扎 嗯 我到底應不應該在一個關係裡面 我在一個關係裡面 我應該做我自己 還是做 所謂的完美的男人 我這些混雜的東西 讓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是愛 讓我沒有 對這個人沒有愛 嗯 我對這個人只有憤怒或者是內疚 那怎麼辦 我 但是我卻好想你 就是 嗯 好複雜好難講喔 又想念一個關 又想念 一個關係 又 不想念一個關係 應該說不愛 不愛 但是很想念 又已經失去愛的那個能力了 你說你自己還是失去對他愛的感覺 對他 我對 對方吧 但是你想念那一段關係 嗯 算是 我能不能回到這一開始 哦 不行吧 很難吧 對啊 對不對 感覺他就是卡住啊 就是 就是好像他覺得他自己沒有 嗯 卡在 卡在哪裡啊 卡在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愛的能力 還是回答自己 SKR 下次聊 掰掰 拜拜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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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